我要死 梅之兄救命 孟川想要欠我腰胆 想要杀了我 你在口叫 我死了你的嘴 孟川 斩妖大会是斩妖 不是斩妖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没缘之 你放走的那家伙 是天妖门 天妖门 不可能 展药大会由我玉阳宫一手操办 参赛名单 更是由我亲自审核 不可能由天妖门混进来 是吗 那那边那个献祭仪式 也是你们玉阳宫一手操办的 发生了什么事 想知道 自己查去 孟师弟 说清楚再走 展药大会出了事 理应由我玉阳宫弟子解决 那就要看你跟不跟得上 好快 在哪儿的团居 家伐 原来 这家伙速度不赖吗 竟然能跟着你 这就是他的密集三窍夜吗 果然灭不虚传 气息到这里就消失了 有新的妖怪气息出现 你发现了什么 他好像 被妖怪抓走了 抓走 妖怪还能忍住不吃人 跟过去看看就知道了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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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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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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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白了 这才是我天药门真正的后手 这才是我天药门真正的小可爱 艳师弟怎么在这儿 有只蜘蛛妖抢走了我刚杀的妖怪 我就跟着过来了 师弟 玉阳宫从未在玉阳洞天内 捐过蜘蛛妖 什么意思 行了 我再从头说一遍 天药门嘛 所以我们杀死的那头虎妖 也是天药门放进来的 而且我猜测 这洞里的妖怪 很有可能也是 现在还不知道 这洞里的妖怪有多强 最保险的方式 是我们三人一起行动 很强 这里面的妖怪 比那头虎妖要强得多 而且气息极为诡异 你怎么知道 我就是知道 我就是知道 你们两个 我没有活作的习惯 我也是 他们之间是有什么过节吗 你们别忘了 我们还是对手 今晚是最后的杀妖机会 天一亮比赛就结束 也就是说 里头这只妖怪 将决定我们谁是第一 没意见的话 那咱们就 第一是我的 强跑 走 等等 怎么 还想干架 刚才是我误会你了 我向你道歉 不好意思 我不接受 那你想怎么样 你说 道歉是你的事 你问我 好 小鸭子排队 对不起 对不起呀 你有病吧 我看小朋友们 都是这么道歉的 无聊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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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不起 好 好 。